大家好,我是崇山特派人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介紹三重商工的各個科系 首先,我們學校分了兩個類 工業類與商業類 現在就讓我們來介紹工業類中的動力機械群吧 那有什麼科啊? 有汽車科,還有汽車科,還是汽車科 三重商工唯一一個動力機械群的科系 唉,這麼大牌 很厲害的呢 你看,這是我們合作的廠商 有很多車,當然不只汽車,還有機車喔 哇,這紅牌重機耶 人魚這些廠商啊,車做真的很不容易 你看,這台車是不是很帥啊 這是輕量化嗎? 不是啦,這是我們機車秉級的題目啦 當然,我們汽車科的設備還有 四輪定位儀、噴射引擎、試波器以及汽車美容 你們還真是幸福耶 還好啦,我們的成績也不吝嗇喔 你看 哇,還有引擎金手獎耶 好厲害喔 再來是工業類中的機械群 首先,我們要先介紹的是 機械科 機械科的教育目標有 機械整合、基礎加工、電繪、專題製作以及CNC 那機械科畢業後可以幹嘛啊? 機械科畢業後可以從事 CNC、技術人員、機械加工以及CAD電腦繪圖 這是機械科設備機具 CNC 哇,這看起來很貴耶 這當然啊 山頭上公共擁有全台灣最好的機械工廠 這個是學生用車床做出來的作品 嗯? 啊這個呢? 這好像是玩具耶 當然不是啊 這是學生專題製作的作品 蒸汽火車 哇,連火車都做得出來 那你給我一台子彈列車 好,以後做給你 接著是我們的製圖科 製圖科我們畢業以後 可以做工業設計師 也可以做電腦軟體的繪圖喔 你看 這個就是製圖科手畫出來的設計圖 哇,看起來還真精密啊 還有 現在科技上最行的3D列印機耶 那它的作品是長什麼樣子啊? 這樣子是不是很精緻呢? 那製圖的方式有哪些呢? 我們有用手畫的 也有用電腦畫的喔 看 這個就是電腦手畫出來的機械 還有我們的石膏模式做 哇,連這個都做 看來製圖科的課程還真豐富 再來是 板金科 板金科 是汽車板金嗎? 當然不是啊 板金是金屬的焊接 展開放樣切割 成型 機械接合 融解裝備 表面處理以及服裝 這是滾邊機 切割機 油壓機 還有焊機 還有焊機 還有炸機 沒有 這個是學生的作品 水上飛機 變形金剛 還有鋼鐵的 哇,這個好帥喔 這些都是板金科學生手工打造的 好強喔 再來就是 模具科 模具科的特色 就是生產速度快 品質穩定 我們大量生產 那模具科主要是在教什麼呢? 有 壓住模具 塑膠模具 沖壓模具 等等很多的模具製造 很多呢 看 其中一班 還是我們的產學合作班 常常有技職前瞻人才 暑假 我們還會去 校外實習 那這個又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模具科學生人 用骨軸加工做出來的產品喔 還有 跟業界一樣的設備 像是雷射千顆機 我們常常製作的專輯之座 讓我們自己的技術可以提升 哇,你還真認真 是體育班耶 是我們學校最熱血的班級 體育班 分了兩個 一個是籃球隊 一個是前進隊 我們籃球隊呢 我們籃球隊呢 打今天HBL 還是假組的喔 當然 田徑隊 也很猛 是出產亞基國手的 中藥學校 哇,這麼厲害 陳希娜 藝人 蕭星成 還來我們學校 打籃球聯賽耶 別說那個 野才妹 請問說我以前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雙管拳的部分 第一個要為您介紹的科技是 商業經營科 你們的科系有什麼特色啊 我們科系 與其他科系 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們有日文課喔 喔,日文課喔 難怪 每次經過商經課的時候 都是日文的聲音耶 こんにちは 那你們還有什麼特色呢 科學學門市服務喔 那是什麼東西啊 這門課在學 結帳 日常工作 跟客人應對進退的技巧 是像百貨公司的結帳人那樣嗎 可以那麼說 我們還會學門市清潔的部分 科系還會常常時不時就去參加 校外餐訪的活動 那你們有去過哪些校外餐訪呢 我們有去過 冰口山景高類 加盟展 水里攝影棚體驗 阿遠飛照 還有很多 真的超級多的耶 好啦好啦 別逗我再說 換你說說看你的科系吧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國際麻衣科 國際麻衣科 都在學些什麼呢 我們有學進出口的流程 以及商用英文 對於未來 國外客戶通信 有很大的幫助喔 是喔 那你們有沒有參加過 其他的 社外參謀活動呢 當然有 我們有去過 國際旅展 股票博物館 以及港務局等 哇 這麼多元 這麼豐富啊 想必能增加我們的 國際觀 是的沒錯 接下來要介紹 商管局的最後一個科系 資料處理科 資料處理科的核心課程有 網頁設計 會計 電腦軟體設計 電腦軟體應用 這些 都是自主科的相關特色課程唷 從商資訊牢 也有許多合格考場 來讓從商的學生 能夠提早熟悉考場環境 來看看 這些是他們做的相關海報 哇 他們也太有才了吧 真的 現在是一個國際化 地球出的世界 英文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溝通語言 接下來我們要帶你來介紹 應用外語科 英外科訓練學生通過各項英文檢定 以及聘請外師來教導學生 職場英文 他們也時常舉辦有趣的比賽 像是talk show 配音比賽 英文商業簡報等等 還真是社會在走 英文要有啊 very good 說到三重商工 就累積氣入魂綜合職能科了 不有的時候 還蠻羨慕重職科的呢 欸 為什麼啊 每到週末就特別羨慕 啊 對 那麵包房裡 純純的麵包箱 讓魂的都口水直流呢 真的 好啦 您快進轉 我們趕緊介紹綜合職能科了 綜合職能科的教學目標 是在培養學生的就業能力 基本工作技巧 以及學習態度 透過課程的設計 讓同學 獨立操作 合作學習 從做中學 從做中學 從做中學習如何解決困難和問題 路過學校教育 讓每個畢業的學生都能夠就業 回饋社會 是綜合職能科最大的使命 更重要的是 因為有他們 所以讓我們能夠學習 尊重差異 尊重每個人的不同 Let's ride 以上是從商特派員 為您介紹三重商工的各個性 三重商工 期待與您共同唱到新技術之路